上回我们讲到,我们找到一条线索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 反而是若不是,整个人都很不正常 他慢慢抬起头,身不由自主地向前倾 整个人看起身很不安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慢慢,好像擠牙膏那样 那,说话吧 在我们若家的家里,也有一个这么大的青花人物罐 是家财的真品之一 我爷爷若来,他很喜欢这个罐 甚至会将它放在我室里面做鱼缸 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若家的人都知道,这个罐是阿爷的命根 我一听,似乎有料到 马上就问,跟这个一样的 不是,不一样的 我那个是另外一个人物故事,留完三顾茅脑 哎呀,那又怎样呢,这些罐不是有几个的吗 我从小到大都见着这个人物罐 经常围着他玩 还想去拉里面的金鱼 有一次,我搬了个凳 将个身整个人护了入去 差一点就撞倒了个罐 幸好,我爷爷及时扶住才没有跌水 不过,他没有告诉我阿爸听 反而是拉住我的手 跟我说了一个三顾茅脑的故事 自从那次之后 我没有东西就特意在罐旁边转来转去 我爷爷一看就知道 我又是想听故事了 会随手拿起一件收藏品 跟我说一段故事 若不是说在这段往事 臉浮起幸福的光芒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不过可惜 我对古董不敢兴趣 也不想接手家里的衣服 大学的时候就出了国 一直都不肯回来 我爷爷一片苦心 没有得到回报 才转头去培养若不言 我对这个罐实在太熟了 到现在都不可以忘记 就在诸葛亮的袖口那里 也都有一缺这样的白口 我一听 那个老鸣的声 立即追问 一模一样的 这个发言相当爆炸 若不是他压着太阳穴 压头的青筋 是起是伏 好像头痛得很厉害 他隔了一阵才开口 具体我也不记得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有这样的一条滑痕 我还问过阿爷 是不是人家弄的 我阿爷只是笑了笑 说不是 但都没有解释 我可以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这个发言虽然意义不明 但是和若家有千丝万流的关系 他们和老潮讽之间的关系 朴朔迷离 如果继续向下滑 人家都没查到 很可能就将自己家里的关系 全部扯光出来 打架打架 打来打去 打回到自己身上 真是很尴尬 我见若不是情绪非常不稳定 安慰他就说了 今天太晚了 明天我们再谈好吗 若不是一反常体 他一摆手 很正经就说了 不行 这件事一定要讲清楚的 跟着他示意我不要走 很快地从胸口的袋里 拿了一个药瓶仔 就如热水就吃了一粒药 面色稍微好了少少 他闭目养神了三秒 再睁开眼 立刻冰山上身 又是冻冰冰 开口就说了 你放心 我是不会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家族 就会守缘 我刚刚想解释 他一摆手 折停了我 继继续玩 如果药家 真是老潮风的爪牙 那就等我这个性药的自己送中 好过衰在人家手里面 这件事你不用怕 既然他说话说到这样 我只可以点头表示 没有疑虑 继续按照既定的方针做事 我们两个商量了几句 一致同意 现在要做的事 是立刻回北京 去若家找那个三顾茅庐的青花人物品 这件事越快越好 老徐的覆灭 很快就会传到老潮风那里 我们在卫辉接触的人很多 他根本就不用多久 就可以搞清楚我们两个是什么付必 于是我们一起同意 反情的日子就定在明天 在我告别之前 看到若不然坐在沙发上边 双手交叉放在小福那里 神色略显僵硬 那只小药瓶还放在茶几 上面全部都是鸡腸来的 完全看不明白 我有点关心地问 你 你的身体没事吧 你的与你无关 你想想你自己好过 喂 我关心你而已 你的身体情况 关系到我们跟着来的合作 怎么可以说和我无关的 我的态度令到若不然有点恶眼 他沉默了一下 把那小药瓶收回好 扶了扶眼镜 有点累的就开口了 许元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 你我联手 目的就是要找到路潮风 如果是一定要牺牲你才可以达成这个目的 我不会省一下眼 若不是好严肃地树起一只手指 稍稍停顿 又补充 我希望你也是 我看着他 想了一阵 缓慢 而坚定地点点头 你两兄弟的性格 实在差异太大了 若不然 经常吊吊吊 没有来正经 他大哥 就像个白虎 严肃到死 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 当然 对我来说 有这么大差异是件好事 现在的我 已经完全不会产生若不然在身边的错觉 第二天一早 我就坐着若不是那部便士 就向北京出发 匡主任一听到我们要走 帝哥黎又是道歉 又是在那里告罪 打死都拔着我们不让走 若不是放下车窗 冷冰冰就跟他说 你如果是有良心的话 就将刘振母安顿好 欠的债还回先 如果不是 报应来了 你避到哪里都避不到 匡主任一听 立刻退后几步 不敢拔着那部车 若不是关上车窗 对着司机 说开车 我看着车窗的后边 匡主任呆在原地 当年老徐玩流震慕那件事 看着看车窗主任 扮的角色 是出于这种恐惧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恐怕怪物 我突然间在那里想 老潮风 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毫无顾忌 毫无愧疚的恶魔 这样 他主动要现身见我 是不是良心发现 还是另有所逃 我们两个坐在部车上边 一句话都没说 我望着窗外边胡思乱想 而若不是一直有皱紫的眉头 在那里看照 他整个人 始终都处于一种 很紧逼的状态 没办法放松 我们许家三代 都与老潮风为敌 都没紧张到这样的地步 从惠辉去北京 大概是600公里 条路不是很好走 我们一天赶老 天黑才进到市区 就快进到省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行踪队五脈 要严格保密的嘛 如果就这样就洗了入若家 我们两个 不就全部暴露了 若不是听到我这个疑虑之后 就说了 哦 我们去的是若家的别远 那里是我阿爷住的地方 他个人喜欢清静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住那里 我阿爷走了之后 那里就一直空住 我听他这么说 突然又醒起 我在查罚头的时候 去过那间城东的小楼 和若来有关一番对话 他提醒我五脈后边还有黑手 叫我小心 如果当时不是多得他提醒 恐怕我都行不到今天 后面的事情 劇变 谁也想到 我们开车 很快就来到若家的别远 这个远 依然素雅 污染碧雅 在现在的北京城 已经不多见 可惜的是 物是人非 主人已去 剩下的 就是空荡荡的一间宅院 入门口的防盗锁 是锁到实一实的 表示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其实有些东西很奇怪 一间屋 如果是空置了很久 还是经常有人住 很容易一入屋就知道了 一件事是藏在古墓那里 几千年都没人碰过 还是经常被人盘着玩的 一眼就看得出 人气这件事 看不见摸不到 科学都没办法解释 但是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 这间宅院的人气还在 只不过非常稀薄 看来若来一死 这里就再都没人来 人气一去 连温度都降了下来 若不是站在别院的门口 抬头望着这栋小楼 我在旁边很乖 等着他在那里回忆 谁知道 谁知道若不是只捏了几十秒 就将视线收回来 他很克制 每次都可以将情绪收敛起身 这个需要很强的意志力 我自问就做不到 突然在旁边有一阵脚步声 我心里害怕 凌转头一看 这个人 居然是一个熟人 好了 究竟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下次再说吧 如想重听本次节目 精彩内容或点播 请在各大应用商店 下载花生FMAPP 请在明镜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